上次我们说了乔四覆灭的过程 提到乔四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 他手下的第一杀手李正光 电影《犯罪都市》和韩国最后一个男人对司的张谦 团伙三人把韩国黑道搅到天翻地覆 他的原型人物就是李正光 但现实的李正光人生远比电影更精彩 乔四如果没有李正光 他的精彩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而且乔四集团覆灭后 一号杀手李正光不但成功出逃 然后只身闯荡京城另起炉灶 再次形成一个犯罪集团 李正光出生于61年 比乔四小13岁 两人都是朝鲜族人 大学时李正光就已经出现黑社会人员的端倪 在学校多次打架导致辍学 之后开始在街头当一名混混 当时正值乔四在发展势力 李正光便投到乔四手下做事 刚开始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直到一次 乔四和与之齐名的杨馒头争夺项目 李正光被派去摆平此事 当时黑帮抢地盘抢生意的事情时有发生 通常是以死伤多寡定胜负 结果李正光不仅和手下平安归来 拆迁工程也记在乔四名下 杨馒头还带话给乔四 这次出让是看李正光的面子 在这件事之后呀 乔四开始对李正光器重起来 他很快成为乔四的左膀右臂 之后乔四发迹的那三年时间 李正光功不可没 每次恶斗都是李正光砍出第一刀 打出第一枪冲在最前面 他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杀手 动作麻利 但无虚发 刀刀致命 让乔四稳坐东北黑道大佬的位置 90年代 乔四的犯罪集团被警察一举端掉 李正光却成为漏网之鱼 神秘消失了 在哈尔滨人的记忆中 消失整整十年 直到十年后 李正光在北京落网 这一次他的代名词是 称霸北京娱乐行业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头目 李正光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消失的这十年 他都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一直没有落网呢 这些疑问 在2000年他被捕后 慢慢浮出水面 消失的这十年 李正光另起炉灶 网络各种犯罪分子 形成以自己为首的黑恶势力 流窜于北京和东北之间 控制着北京朝鲜族人 开办的各种娱乐性场所 霸占酒水供应市场 收取保护费牟利 并再次犯下多个案件 刑事案件 这期间 最让他名声大震的 是和另一黑道大佬 小飞的恶斗 双方火拼的时候 刀枪各种武器都用上了 小飞也是一名凶狠人物 靠上百次的冲杀打斗 混出的名头 最后李正光废掉了小飞双脚 让其名声大震 以越来越多人开始追随他 道上的人也愿意跟他混 除了能打凶狠以外 很多人还觉得 他是一个仁义的大哥 据说有一次 他手下一个无管解药的小弟 被另外一帮人带走 李正光没有带任何武器 单刀护会 成功救下小弟 很多人都敬重 他是个血性的汉子 愿意和他做朋友 就这样啊 凭借复杂的社会关系 和多年的反侦查经验 他逍遥法外十年 99年年底 李正光因为抢地盘 在北京枪杀一名黑老大 这次成为李正光犯罪集团 落网的重要引子 警方顺着黑帮争夺地盘的纠纷 很快锁定李正光犯罪团伙 但足足历时九个月 才抓到李正光 最终被判处死刑 正所谓是法网 灰灰疏而不漏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料你的道义再强 人脉再多 犯了罪 就必须接受国家和人民的审判